好 这些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体坛传来捷报 台湾网球好手詹勇然的妹妹詹浩琴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族 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小威廉姆斯 甚至呢让世界球后小威廉姆斯气到筛球拍泄愤 整场比赛詹浩琴表现有大象之风 往前精彩的节级屡屡至胜 完全不害怕对手是世界第一的威名 中场就以6比7 76比4 然后11比9 胜利晋级第二轮 气到摔球拍了 就是这球要命的失误让全场欢呼 曾拿过大满贯公开赛冠军的大小威廉姆斯 尤其是黑色球衣的小威廉姆斯 还是当今世界球后 但碰上台湾的小将詹浩琴 也踢到铁板 漂亮的节级 詹浩琴士气都来了 紧紧握拳 球风也越来越犀利 尤其这一球多拍来回 詹浩琴几乎靠着自己一个人占大小威廉姆斯 先是聪明的掉一记高球 拉开对手距离 接着再一记漂亮强劲的穿越球 让大威廉姆斯无法防守 二十岁的詹浩琴是国内好手詹勇然的妹妹 一战成名让世界球后都记得她的名字 再看一次这个镜头还是很过瘾 台湾小将詹浩琴最后以6比7 6比4 11比9 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击败大小威廉姆斯 赛后兴奋的把护丸抛给观众 再跟姐姐和教练拥抱 只是在第一轮 詹浩琴就打出世界级的水卷 让下一轮选手挫雷弹 总记者王七皇贵在北京采访报道